Hello everybody 我是Robin 歡迎回到我們的租客小教室 那今天呢 我們這一集是要教各位房東 如何快速的把房子出租出去 第一點呢 就是寫一個好的文案 你在招租的時候 你一定是透過某個管道去招租嘛 可能591啊 可能FB啊 可能某個地方啊 不論如何 你這個文案要寫得好 就是讓別人被你的文案吸引 才會決定要來看你的房子 考慮你的房子 那什麼叫好的文案呢 其實好的文案不只是資訊清晰 不是說什麼 你房子格局啊 就提供什麼家具等等 不只是這樣子 好的文案是 有點像是寫作文 不能說寫作文那麼嚴肅 但就是 你需要把你的一個人的情境帶進去 你要想像 身為一個房客 他在裡面生活後的樣子是什麼 如果你能做到 把生活的樣子 描述進這個文案裡面的話 那其實會為你整個招租的文 提升很大很大的一個加分 然後同時會讓很多人 比較容易的去代入說 他們自己在住在裡面後是什麼一個樣子 然後進而來想要看你的房子 所以文案很重要 第二點呢 其實就是整修裝潢啦 其實很多人會誤解 可能會以為說 可能就是要花什麼幾十萬幾百萬 去做整個大個改動啊 然後才會有人出租 你常常可能在五九一三 會看到很多人文案啊 什麼百萬裝潢套房什麼的 可能會讓人誤解說 就是要花很多很多錢 各位屋主 其實不一定是這樣子 如果你去真的很有用心 想要去照顧你的房子的話 FV上啊 或Google上 其實都有很多資訊 用一個DIY的做法 或是怎麼去尋找比較便宜的工法 或是東西去想辦法提升你房子的價值 這種東西我們現在要講 可能講不完 但是其實網路上資訊很多 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說 如果你也想要住進去 或說你也覺得這個房子是好的房子 而不是一個很舊很破爛的房子 連你也覺得這是個好房子的時候 房客也會覺得這是個好房子 那第三點呢 就是幫房子拍一個好看的照片 好看的照片 其實就跟很多電商啊等等一樣 其實就是拍產品照 如果當然你有能力的話 你去用Photoshop或什麼的去修圖啊 當然會有一些加分效果 但如果你沒有那麼多技能的話 其實你要做到的事情 就是拍一個能拍到大部分資訊的照片 給各位屋主一個方向 你要拍出來的照片呢 就是要給人看到整個空間之外 你盡量能含納所有的重點 你拍一個房間的話 你最好同時把冷氣、衣櫃、床、桌椅等等拍進去 當然如果你房間特別大的話 那做不到那也很好 那表示你房間很大嘛 那就拖拍這個角度 但通常你房間沒有那麼大的狀況下 你就盡量往高處下拍 然後就是把所有內容物拍進去的同時 你又會展現空間感 所以這是一個拍照很重要的一個技巧 有些人呢 會特別在某個角落擺上一個裝飾品 然後拍一個微距的照 然後讓後面很模糊 讓看起來很唯美唯美的 那這種照片呢 就是我們自己租客是不會做這種事情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照片它的作用只是好看 但它並沒有提供什麼樣的資訊 但如果你是在可能在F1社團裡面啊 就是很多其他人的房源 其他房東在跟你競爭的話 或許你拍個一兩張這種照片 當作封面照 封面圖好看 別人點進去的機率也會比較高 但是如果你是個整層住家的話 如果你的客廳裝潢的夠好 其實你拍個整個客廳的照片 然後當封面照 其實別人自然然的也很容易 被你的好的物件給吸引 那下一點呢 其實就是簡單的曝光 曝光呢 其實很多很多管道 首先大家都知道了 591嘛 591目前全台灣最大的租屋網 所以如果你是個房東 你首先當然一定會是想往那裡PO 那除了591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租屋平台 那其實網路上一打就有 我們也不贅述 但除此之外呢 還有像Facebook Facebook有很多很多租屋社團 Facebook它有一個特殊的點是說 因為他們即時聯絡非常方便 不像591 別人還要先搜尋 然後還要再打電話過來 然後你一次又只能接到一通電話 所以其實它的觸及率或許很高 但是它一通一通是慢慢來的 但Facebook一樣 Facebook它一PO上去以後 很多人可能會因此收到通知 然後收到通知以後 一群人一起聯絡你 所以其實你可以一次性的 收到很多人的訊息 你在透過這些訊息之後 去做篩選 對我們來說啦 Facebook是個 比591更好用的一個租屋平台 而且同時它也不用錢 那最後呢 我們要提到的 也就是很多很多 真的非常多屋主 都會沒有注意到的一點 也就是代看詞的屋況 就是當 可能你看照片都還不錯 但為什麼照片不錯呢 因為它可能是剛狀況好後的照片 所以看起來非常的好 但是實際上呢 這個房子可能已經住過人了 所以當新的房客要再來看的時候 他看到的 有可能是折舊過的啊 可能很舊啊 被前房客破壞等等的狀況 所以身為一個屋主 如果我們想要快速出租的話 其實我們不希望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首先在房客來看房之前呢 先確保你的房子本身是 已經恢復成你覺得舒服的狀態 它不一定要是全新的 全新也不太可能 但是至少你要特別請來打掃過 你要把該從期的 看起來很髒亂的地方都要處理過 前房客很容易會留下很多雜物 最好就是把它全部清掉 該提供了 該更新的都做過一遍後 你再帶新的房客來 在這種狀況下 你出租率才會提高非常非常多 很多時候租不掉就是因為 都沒有在照顧你的房子 如果你能照顧 維持你的房子在一個好的品質的話 其實要租不掉也是一件蠻困難的事情 那在急著把房子租掉的同時 也不要忘記篩選房客喔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分享、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每週三和每個星期天 下午晚上七點都會發新影片 請定時追蹤 我們有在IG上開個新的帳號 歡迎追蹤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